哈喽哈喽,同学们好,我又回来了,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完美女性派对 老师居然还记得我,我当然记得你了,来上过我们课的同学我都能记得啊 如果你经常发弹幕的话,肯定是会演熟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学习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一个课程 大家光听名字就知道啊,今天会用到一些bling bling的装饰品 那么我们的一个眼影呢,也会用到bling bling的眼影 一会儿的时候给大家去画一下,其实作为女孩子来说的话呢 大家肯定都是比较喜欢这种闪闪亮亮的 那我们之前呢,学习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哑光的妆容啊 还有一些比较精致的玉解范的妆容,像我们昨天画的那个复古状 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比较活泼一点的闪亮亮的妆容吧 那首先呢,来看一下今天的课程导学 有没有就是第一次来上课的同学啊 如果有的话呢,我这里给你们说一下啊 我们这个课程啊,是有直播跟回放两种模式的 那么我们这个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20分开始直播 然后4点30分呢,是准时开始上课,是直播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五点半 然后回放的话,大家就是下课之后就能看啊 不过我还是支持你们来看直播的 那我们本节课的话呢,是采取理论加实操双重结合 首先来跟着老师看一下我们的理论知识之后呢,再进行下化妆实操 细细今天下午只有一节课,所以就来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 买了一个眼影盘,全是bling bling的 都是什么的bling bling的颜色呀 我觉得这个其实bling bling的这个发音 就本身它就是挺可爱的一个发音 像我买的一些眼影盘里面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女生对于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 每次看到有一些好看的闪片色,我们就想去买它 但是买回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看起来那些闪片色的五颜六色 其实这种闪片呢,它的饱和度比较低一些 如果要是说两个颜色相差不大 其实上眼睛的话是看不出来区别的 所以如果要是说你手里已经有一个就是同色系的亮片色呢 大家就没有必要说是再去买一个类似颜色的亮片色了 其实上到眼睛上的差别不是很大的 轩轩觉得说闪闪的好漂亮 全是有小星星的,不会用啊 像这种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点到眼睛下放的窝残处 或者是眼尾的地方做一下啊 就是那种,怎么说呢,装饰啊 并不是让大家去大面积使用的 刚才还在外面,想到要上课就赶紧来上课了 悠悠同学可真棒 那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要掌握水钻装饰的重点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是分为两个大部分 首先带大家去认识一下 一闪一闪亮晶晶 接下来呢,去进行妆容实操 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大部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妆容啦 那我们的妆容要点呢,来看一下 底妆方面要做到白皙无暇哑光的妆面 做好定妆一,老师现在已经做好我们的一个底妆啦 一会直接从眉毛开始画起 今天的眉型啊,我们可以画的稍微的平一点 但是边缘的地方要干净,做到浅虚厚实就OK啦 眼妆方面呢,是采取的珠光的眼影 眼线自然的拉长就可以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 其实我们这个眼妆啊,还有唇甲的颜色啊 都是不限大家去用什么颜色的啊 只要你们觉得跟自己的装饰品能够搭配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一节课的灵活运用 还是空间非常大的啊 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 创新力啊,去画一个这样子的妆容 那么我今天选择的一个唇甲色呢 是属于一个水红色啊,是属于一个水红色系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现有的物品的颜色 或者是你们自己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啊 这一节课大家,就是教给大家自己去做主 因为我们重点呢,是要来看一下这个水钻装饰 跟你们整体的妆容是不是搭的 如果大家手边的水钻呢,是一些比较鲜艳的颜色 那你们呢,妆容就不要画得特别的鲜艳了 如果说你手边的一些,就是视频是比较仙女的 那么我们的一个妆容呢,也可以画得稍微的仙气一些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啊 有需要的同学来截一下图啊 有需要的同学把我们的妆容要点截一下图 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咯 好,往下看 来到第二部分的造型实操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物品准备啊,其实还是跟往常一样的 那么我们隔离粉底液,遮瑕和散粉构成整体的一个底妆 那底妆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全部都打好了 所以一会直接从眉毛开始画起 今天的眉毛我还是啊,准备了我们的眉粉,眉刷,还有眉笔 还有我们的小眉书,去画一下眉毛 然后眼影呢,准备了有一些珠光色系的眼影啊 我们去搭配着使用就可以了 还有眼线液笔,睫毛膏,睫毛夹,熊绒盘,三红盘,以及我们的口红 好,那大家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 给老师来回复一下衣啊,回复一下衣 没有问题我就要出来,我们就要开始上课啦 就要开始上课啦 今天穿了比较花里胡哨的小马的衣服 好的,看到同学们的回复啦 那我就要出来了,有个同学回复个0.5是什么 是什么呀,就是人到了,但是化妆品还没有弄齐是吗 哈喽哈喽,同学们好,我们又见面啦 那本节课呢,是要教给大家一闪一闪亮晶晶装 那我们这一节课呀,需要准备 看到了吗,这样子啊,很多的一些亮片呀 小钻石啊,这一些东西啊 如果说你们在家里啊,平常有喜欢做美甲的同学 应该是这种亮片,应该是非常多的 我们拿过来直接用就可以啦 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准备的一些 除了化妆品之外,额外的装饰产品 先把它放到一边去啊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还是先从眉毛开始花起 今天整个妆容啊,我已经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一定要把这个面部做好定妆 不然我们一会儿就是去贴这个装饰品的时候啊 你脸上油分太多呢,就很容易说 把我们这个装饰品给它蹭掉啊,它就粘不住 大家看到了吗,我头上这些小乍毛 我准备下周节课以后去把这个头发再拉直一下 因为其实我现在的头发下半部分是拉直过的 就是这里,然后但是现在又长出来了 就很烦恼,我就是特别羡慕那些 头发天生很柔很顺的人 首先我们先拿到眉笔 先拿到眉笔去画一下眉毛 用眉粉勾勒一下,这些亮片不会是用502沾上去的吧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是用这个,这个的话呢是润唇膏啊 是润唇膏,如果说大家平常拍照啊 或者是只是偶尔待一会儿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用润唇膏作为一个中间的戒指 粘到我们的脸上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上舞台 走秀啊,或者是演什么话剧啊 等等这些长时间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 就是粘假睫毛的那个睫毛胶 粘到我们的脸上就可以了 对,凡事宁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的一些年性比较高的面霜啊 乳液啊这些啊 都可以粘的,都可以粘的 首先我们来画一下整体的一个眉毛 眉毛呢,我今天会把它画的稍微的平一点 因为今天这个妆容就会比较的可爱一些 如果说把眉毛画的特别的锋利 就不是很合适了 那这样子啊,往后平行去走 然后呢,找到眉峰的地方 长时间的使用双面胶嘛 怎么可能嘞 双面胶它也是粘不住的 要使用我们的假睫毛胶水 但是呢,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什么 凡事宁啊,润唇膏啊这些东西 去粘贴它的啊 因为如果你要是那些 就是这种胶的话,沾到我们的脸颊上面啊,脸颊上的皮肤 其实是比较脆弱的 我们沾的话,肯定不可能只沾一个两个,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在卸妆的时候,你的脸颊可能就是有点遭罪 假睫毛胶水怎么卸呀,跟我们卸眼睛也是都是一样的啊 先把这个钻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用我们的眼唇卸妆液或者是卸妆水啊 轻轻敷到脸上,然后敷个几秒钟时间,然后擦掉就可以了 卸妆油的话也是可以去卸除的 把我们整体的一个眉毛呢,画得稍微的自然平直一些 我现在肚子已经咕噜咕噜叫了 感觉自己在变瘦 眉头的地方呢,我们还是让粘去浅色 去做一下 加深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饿的时候会比昨天精神头要好 昨天的时候是感觉有点嗓子不舒服都说不出话来 但是一点也不饿,今天饿了之后我感觉脑袋特别的清醒 这就证明一点,人家说的那种吃饱了以后 血液都跑到胃里面去,大脑就停止运作了 我感觉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老师我学了这么久,还是不会修眉和画眉 萱萱同学,下次交作业的时候就是重点拍下你的眉毛啊 我看看你的眉毛怎么样 然后眉头的地方已经是要这样子浅浅淡淡淡的就OK了啊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拿到砍刀型的眉笔 然后去加深整个的眉毛后方 一定要把它修成这种薄薄的感觉哦 如果说你拿出来一个圆柱状的去画眉毛,你这眉毛绝对画出来比较新我给你们讲 加深一下眉毛后侧,老师瘦了嘛,我跟你们说啊,我从给大家说我要减肥之后呢,我就一直没有敢去称体重 因为我自己,我自己知道我没有瘦 所以我想能让我感觉到我明显瘦了之后我再去称体重 我怕我现在称了下,我自己一跳我就自闭了 课也不想上了 所以为了大家,不影响大家的上课心情 我决定暂时还是不称体重了 然后我们眉毛前方呢,是这样子啊,一根一根的往上面去画一些毛流的质感 好啊,没交过作业,我说怎么,怎么你一说你的眉毛我没有印象呢 像悠悠同学的眉毛我就有印象,因为他经常交作业 眉头的地方呢,我们是这样子去画的 在上方再找一点点小小的毛流的质感 登,这个眉毛就非常自然,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画好了之后啊,还需要拿到这种小眉梳 看到了吗,螺旋的小眉梳啊,顺着我们眉毛的一个整体方向 成长方向去梳理一下 把我们刚才画过的有颜色不均的地方啊,我们轻轻的给它竖开 这样的话呢,眉毛就非常自然啦,看到了吗,这边是画好的,另外一边呢,还没有画 最后呢,我们再来操作一下另外一边的眉毛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我这种长脸型呢,你们就画这种偏平一点的眉毛就可以了 但是啊,让你们画平眉,不是让大家画成一根薯条,知道吗 有个同学那个眉毛画的啊,又很平很粗,就像这支笔一样 我们就算画平眉啊,大家看看,它也是有一个轮廓变化的,看到了吗 眉头的地方呢,是稍醋的,但是慢慢的往后就变成细的了 然后一直到我们眉尾的地方呢,是收尖的啊,它也是有眉峰的 然后眉峰这个位置呢,是慢慢变窄的,看到了吧 嘿嘿,我立志成为班上第一位把作业交完的人,哇哦,真棒 悠悠画的贼好看,西西怎么不画呀,西西交一个眉毛的作业也行啊 最后呢,我们再这样取眉粉,画一下另外一边的眉毛,也是眉尾的地方呢,平行,延长 像这样子啊,平行的,延长它 好的,交一个眉毛的作业啊 身为我们的这个课代表,我都没有见过你呢 我猜西西交眉毛的时候,你肯定是只拍一个眉毛,不会露全脸的,不让大家看你 之后呢,我们再占取,然后加长整个的眉毛 画眉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 但是你的胆子也不能太大了,一直加粗,那可不行 我们一定要一边画啊,一边去对比它 哈哈,被发现了 你们这一些小九九心里打这些小算盘 我可都清楚着呢 这样子,西戴小西露脸 它不会露脸,它肯定就是露一个眉毛 如果在看我们课程的同学呢,你也不想露脸 可以把那个,就是也拍一个局部也是OK的 可以把脸高丝磨不掉 大家都是学设计的,PS都用的很利用是吧 像这样 就像我们今天画的眉毛比较平呢,它也是有眉峰的啊 也是有粗细的整体的眉毛 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眉毛是前虚后实,上虚下实 所以说呢,上方的这条虚线一定要虚一点,不要画的很实哦 老师,我手机的像素和我画出来的不一致 这是啥意思呀,是觉得你的手机像素 嗯,就是拍出来之后跟你画的真实的肉眼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吗 加深一下我们眉头的下方 脸颊和嘴巴 大家都,都挺有才的 反正就是不让人看见你长啥样 你们天天看我都不让我看看你们 继续去加深我们的眉头下方的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一定是要让眉头浅下来 接下来呢,再拿到我们的眉笔去加深一下整个的眉尾 我这个眉粉啊,它里面碎掉了,看到了吧 所以说每次画完了,我拿它之后 手上都会粘到脏的东西 如果大家的就是化妆品也是这样的话呢 你们一定要注意 因为大家就是手上粘着脏东西 你可能一会儿画其他步骤的时候 你没有意识啊,你就会碰到你的脸 那你这个地方的妆容就会脏掉 发现自己手上粘到脏东西了 及时把它擦掉之后呢,再去画下一步 拿下我们的眉毛,加深一下整体的眉尾 可以看到我这块眉毛呢,它是有点寸草不生的感觉啊 这个部分,所以我要给它加上,加深一下 不知道这块的毛囊是受到了什么东西的影响 就是这块不长眉毛 像这样啊,我们把整个的一个眉尾去做一下加深 再去画眉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用笔要轻轻的,千万不要像那个眉笔不要钱似的 使劲往脸上摁 这样轻轻的话呢,它上色也会比较自然一点 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去填充一下眉头 眉头的地方呢,是要把笔竖过来 从下向上这样画出来一根一根的质感 基本上就是你哪个地方缺眉毛啊,你才去画哪里啊 如果说你这个位置,眉毛长得非常的浓 那你就不需要去这样子画啦 就不用去画舌天族了 我们画眉毛啊,就是哪个位置 少眉毛我们才去画哪里 接下来用到小眉书 梳理一下刚才画过的眉毛 一定要顺着它的生长方向啊 这样子去输啊,大家不要逆着去输 这样,梳理一下整体的眉毛 这样我们这个眉毛就画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画眉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深浅过度变化的 一定啊,眉头这个地方是虚虚的 然后慢慢的到眉尾的地方呢,它是实的 眉毛下面缘的这条线是实的 上面缘这条线呢,是虚的 我们掌握好这样子的一个过度关系呢 你们这个眉毛就可以画得很自然啦 因为我看有的同学啊,上下一般颜色 前后也一般颜色,这个是不对的啊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画一下眼影啊 该画眼影了,大家来给我发一下弹幕啊 你们手边的一个眼影的话呢 就是珠光的眼影都有什么颜色啊 我这个地方,我用的珠光眼影是大地色的 珠光眼影是大地色的 因为,其实我们用一些其他的珠光眼影的话呢 比如说粉色涂买整个眼,我就会显得整个眼睛特别的肿 我只有眉头那里眉毛浓 其他地方都是缺的呀 其实你跟我差不多 但是我的话呢,是眉头到眉腰那个地方 眉毛比较浓一些 像我的一个眉尾呢,也是缺的 浅粉色跟大地色 那大家就选择大地色就好了 选择大地色就好啦 像我这一盘里面的话呢 给大家看看 首先啊,我会选择这个大地色啊 它是一个微闪的珠光,大家能够看到吧 像这种的话呢,都属于是一个雅光色 那这种的话呢,是属于珠光色 那这种叫什么呀,这种叫做大闪片色啊 它们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 我们要用珠光色啊,先去布买整体的眼窝 今天的眼影我们不要画特别的重 因为重点是突出整个眼睛上的一个装饰品 这样子啊,整体晕染到我们的眼窝上 所以给大家说一下啊 像这种珠光色的一个眼影的话呢 它很容易晕染不开 所以我们在去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大面积的去刷 不要用一支小笔在那里绰绰绰绰绰绰 我们画眼影的时候,一开始可以用这种大的刷子 看到吗? 它整体晕染开 这种眼影的话呢,珠光的眼影它不像大闪片色 其实上到我们整个的眼睛上啊 它的光泽感没有那么的强烈 所以呢,也是可以显得眼睛比较深邃的 但是如果大家用了一些,比如说像这种浅粉色啊 这种颜色去做一下打底的话呢 你这第一步就会把你的眼睛弄得比较的肿 所以我们先可以用颜色较深一点的 去做一下打底 之后我们再往上面去叠加一些浅色的亮片色 去做一下提亮 晕染好整体的眼窝 老师不给我们上课时也是在给别人教化妆吗? 不给你们上课的时候我就是在给你们拍视频啊,同学们 我不给你们上课的时候我就是在给你们拍视频 像我刚上课之前我刚排完 之后呢,再占据这个颜色 抖一下 它是在我们的下颜点上 什么视频? 就是发布抖音的视频啊 小白菜不知道呢 我们的美妆号 是有一个 就是美妆抖音的 就是有我们课程的同学都可以去扫那个抖音加一下啊 因为一一老师的话呢 每天都会在那个抖音上面给大家发布相关的教程 每天至少发一个,有的时候会发两个 包括我们周六周天我都会发的 就是我们大鹏给咱们美妆课开的一个抖音号啊 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去学习的 所以说你们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 就去搜索一下 小白菜不是一一老师的中式粉丝 小蜗牛,你居然来了 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孤儿抖音啊,之前下载 下载看完让老师直播 后来就删掉了 好啊,那你现在不下载一个 竟然不关注我 好伤心啊 我们用这个颜色啊 大家看到了吗? 用这个颜色,现在已经做好整体眼睛的打底了 那么我们这个打底的话呢 就会相对于雅光颜色来看啊 稍稍微的带那么一丢丢的珠光感 老师我一直都在 嗯?但是我怎么感觉好像这几天没有看到你呢? 去下载是吧,马上下 你这辈子有没有为一个人下载过抖音呢? 大家肯定说有 那是为谁呢?就是为依依老师下载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一个颜色啊 先把这一盘放到一边去 换一个颜色 我今天准备的珠光色其实还挺多的 换这一盘里面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呢,其实我感觉它有点像锦里色啊 你们能看到吗?是一种红色里面透着金色的 如果大家出去拜年或者是吃年月饭啊等等 过年的时候,我觉得你们在眼睛上面 画一个这样子的珠光的眼影会比较的 怎么说呢? 比较的应景一些 玄玄默默关注了 不敢露头了,为什么不敢露头呀? 这个颜色好看是吧? 像大家过年的时候涂上这个颜色 然后再配一个这种带有一点点金闪色的口红 那你整个人就是锦里本里了 估计过年的时候会收很多红包的 怕被别人看上怎么办 那么我们这个颜色呢,是加深在眼睛的前二分之一的地方 轻轻的这样子 加一丢丢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去进行这个画的时候啊 它像这种珠光的颜色 你如果要是说直接这样扫上去呢 它可能会掉一些亮片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这种按压拍打的方式 把我们的亮片给按上去 这样它就不会脱落很多了 然后再去操作一下另外一边 按压到我们眼睛的前二分之一 到位置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 你们可以看啊 我选择的这些珠光色呢 都不是说会让我们眼睛变肿的一个珠光色啊 如果大家手边有一些颜色比较重一点的就可以 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呢 因为我刚才说过啊 珠光的一个颜色的话呢 它的饱和度会比较低一些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换一个刷子 换一把刷子 这把刷子啊 沾取什么颜色呢? 这边有一个这种金属的颜色啊 我们去沾一下 今天其实我是用了好几个盘子里面的珠光色 去给大家画的 加深到我们的眼尾处 这样子啊 加深到眼尾处 向上 晕染到我们眼窝的地方 看到了吗 这样我们整个的一个眼影呢 就是由浅到深 就是有一个层次的变化了 大家在去画的时候啊 手法一定要轻轻的 千万不要把自己涂成一个熊猫眼 像这种尖头的刷子呢 它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晕染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 需要一把晕染的刷子 拿一个晕染刷 以我的小晕染刷去哪里了? 在这呢 拿着它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我们到一个眼窝边缘线的这个位置啊 大家拿着晕染刷 来回到 这样子打圈 看到了吗 这样子打着圈 依依老师好温柔 我想把你去回家 嗯 我暂时还不是很想结婚 所以你们就打消这个念头吧 这样 我们就把它给晕染开了 你们可以看到吗 这样我们在去画眼影的时候 就不怕有一道黑黑的线 好了 之后我们画一下另外一边 所以等我长大吧 小白太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我问这个问题 之后我们再去沾取一下另外一个 这个颜色呢 去画一下另外一边的眼镜 同学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整个的一个眼妆呢 是有浅到深是有一个层次变化的 好 过几年 才能结婚女生啊 过几年才能结婚 哦 也就是说你是00后啊 就是说你未成年 我估计比你 我 那如果这么算的话 算了我不算了 算来算去 我觉得你可能要叫我阿姨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加深一下我们眼睛后方 好羡慕你们这一些 这些00后的同学们 年轻真的特别的好 我跟你们讲啊 如果大家现在都是很年轻 上什么高中初中什么大学之类的 一定要把这个化妆化好 尤其是女生 哦 你成年了 尤其是女生知道吗 因为你化好了妆之后的话呢 其实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可以开始 你美好的校园生活了 就不用说是等到上了大学 然后都快毕业了 才开始会化妆 会打扮自己 这个时候其实像 那种偶像剧里的 那种情节的话呢 大家就再遇到 就有点太晚了 你们知道吗 一定要趁着 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 就会打扮自己 然后就遇到很多 小鲜肉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辈子才没有白过 是不是啊 同学们 因为男生 你们要知道 他们也是很看脸的 好吗 对 从高中就可以开始 出来社会了 还是不会化妆 那你更 更应该看看了 老师你是95后吗 你猜我是多大呀 拿到我们的晕染刷 晕染一下后方 是吧 要不然你想等你大学毕业了 然后都多大了 都得二十 二十三了吧 二十二二十三了吧 你出来以后 我真的我跟你们讲啊 其实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其实身边的男生质量 都是要比社会上要好很多 我并不是说什么其他条件 我说外貌上 就是要比你们毕业之后 看到的人外貌要好很多 所以说你如果要是想 是吧 找个帅气的男朋友 我劝你现在就开始听我们的美妆课 把下一期也给我安排上 多教美妆课的作业 这样的话呢 老师不敢保证说 你能找一个跟吴亦凡一样的 但是起码你能找个 反正比你身边朋友要强很多的 就这样子啊 我们已经加深好了两边的眼尾了 哎呀 没有没有 给你们讲道理呢 就是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化妆有多么的重要 你们也知道啊 去看一下现在那个网络上面的 小姑娘那些网红 她们一个个的化妆技术有多好 就不用我说了 是不是啊 小小年纪 十几岁就是有那么多的粉丝 那她们 就怎么说呢 就是 就很有优势啊 对不对 难道大家不想让自己年纪轻一点 就是 就是 优势更加多一些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已经把整个的眼影 瞎升好了 女生还没有男生化妆厉害 看脸的真的多 所以要好好学化妆 是的 是的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现在的人 也不要说什么内心 什么心灵美啊 如果说你的外表不美的话 其实也没有几个人想要去了解 你们内心有多美的 我们再去准备这样子的一个小刷子 准备这个小刷子啊 去沾取 刚才用过的这个颜色 这个锦里丝啊 加深一下我们眼尾的后半段 就是下眼点的后二分之一 轻轻的扫一下就可以了 轻轻的扫一下 给它衔接上 小那个谁 小蜗牛 大家不要被它被它说的所蒙蔽了 小蜗牛都一次都没有教过化妆作业呢 我都不知道它的真实水平是怎么样的 你先教一个化妆作业我看看 看看你能达到那种给别人化妆的样子吗 小白菜说老师脖子没有画呀 我每节课都不画脖子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吗 因为我穿的 每天我都穿的颜色很浅 如果我要是画脖子的话呢 我每天都要回家洗衣服 我就很懒 所以说 我之前就给大家说过 一定不要像我一样 大家一定要记得涂脖子 我只是因为上课不出门 所以我才没有涂脖子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沾一点点的金色 去画一下 这支笔啊沾一点金色 把点涂在哪里呢 点涂在我们整个眼睛正中央的地方 就是你瞳孔上方的这个位置 我们去做一下提亮 就只要一点点就可以啊 这个颜色你用多了 就会显得你眼睛有点肘眼泡 就是大家酷爱珠光眼影 同学就可以用我这种方法 千万不要用很浅的珠光去画好吗 你看我虽然今天画的 全都是用珠光的眼影画出来的 但是一点都没有显得眼睛肿 当然要涂的啦 除非说是你冬天的时候 穿那个高领的衣服 看到吗 全部遮起来是看不到的 你想你夏天 尤其是夏天同学们 大家夏天都喜欢穿那些 什么幽领啊 威领啊等等这些衣服 你脸涂的就是可好看 没有瑕疵 然后露出来的很大部分 都是那种有色差的 就不是很好看 要求依依老师亲自点评 每一份作业 都是我自己亲自点评的 没有人 没有其他人去点评啊 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这个课程 都是我自己亲自点的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你们作业 将得太少了 害得我自己一个人 就点的过来 我也想像人家似的 一天好几百份作业 我都点不完 等着看你的美颜生是吧 只要小蜗牛敢交作业 我就还有息息 我就把你们两个推到 热门上去 我就给你们上推荐 让我们所有的同学 都看看这个 你们两个的 就是神仙颜值 到底是长啥样的 之后我们需要用到一把 小一点的体量刷 息息教过作业吗 他教过 只不过呢 他教的那个作业 是拍的化妆品的 然后基本上 相当于没教吧 拿到我们这个金色的颜色 摘取一下 画到下方的卧彩上 你就见过 西西的眉毛 西西的眉毛还没教呢 你从哪里见到的 画到我们 眼头到卧彩的这个位置啊 颜色一定不要特别的亮 低调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说过年的时候 你要遇到那些难缠的亲戚 总会盯着你问各种各样 你不带烦的问题啊 我交给大家一照 你们就画一个那种 飞上去的眼线啊 显得整个人特别的凶 然后画一个挑眉 嘴巴呢就画成大红唇 到时候你看 你往那一坐 你就看看有几个人 赶在那里 拉紧你刀刀刀刀刀 你就瞪他们一眼 一定要化了妆之后 我们就有气场了 大家懂吗 嗯之前之前发了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好啊大家都见过 我都没有见过 记者为了上这门豁出去了 但是啊前提是大家一定 你们一定要是认真的画的啊 不能凑合的教 我就不给你们上 好啦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 bling bling的 眼影就画好了 这个镜头它不像单反式的 很高清啊 就是有点吃妆 所以说就拍不出来 那种bling bling的感觉 但是大家 哎我这样来回转的时候 你们还是可以看到 眼皮上的光泽感 看到了吗 好 对有眼影盘眼线笔 眉粉都没有是不是 我记得你好像是有 应该是有画眉毛的东西吧 接下来呢我们来画一下 眼线 是用眼线眼笔去画的啊 先来描绘一下我们的内眼线 内眼线那句画的时候呢 大家的镜子是要放到你下巴这个地方 哪儿 然后呢 往下看 拿一个笔杆 把你的眼皮调起来 一定不要用你的手去调好吗 因为我们刚画干净的一个眼影 大家手上都是有汗或者有脂的 你一碰就把这个妆给弄花了 用这种笔杆 给它提起来 然后呢填充我们整个的内眼线 填充整个的内眼线啊 之后呢顺着我们 睫毛外侧的这个部分啊 轻轻的再描画一条线 然后去找一下眉毛中间的空缺 我们给它填上 这样子要填上 看到了吗 我们这个眼线啊 眼睛的地方就画好了 然后眼尾的地方 我们现在来找一下 顺着你眼睛的身上方向 自然的拉出 这样很自然的给它画一个小尾巴是吧 这个时候呢我们睁开眼睛 你会发现 这个小尾巴跟我们之前画的眼线 它是没有衔接的 所以我们要把它画一个小三角形 这样的衔接上填充 好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这个眼线就画好了 要是弄到眼睛里面怎么办呀 弄到眼睛里面的话呢 大家就是用那个棉签去沾一下 或者是你眼睛 就是你手边有一个洗眼液的话呢 可以用洗眼液扣到眼睛上去洗一下 一般来说的话呢都弄不到眼睛里面了 因为大家是这样平着去画的嘛 不是让你们这样子戳着去画的啊 可以对比一下两边 一边是没有画眼线的 另外一边是画眼线的 这个眼线啊真的是很 就是提眼睛的这种神啊 一下子感觉整个眼睛就没有那么的呆了 大家能够发现吗 因为我的一个眼睛呢是怎么说 就是上眼皮其实是比较厚的 你们从侧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所以说呢整个的一个眼皮肉比较多 就会压得眼睛啊有点睁不开 这个时候我画的眼线呢 就会显得整个眼睛有神了 但是没有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想 其实我想明年春天天暖和的时候 去割一个双眼皮来整 大家有割个双眼皮的吗 我感觉现在这种技术应该也非常成熟 挖一下另外一边 现在眼睛眼皮上的肉就特别的多 好 之后呢我们再去找一下外侧 外侧一定是要紧贴着睫毛根去画 如果说你想让整个眼睛看起来比较圆呢 你可以在这个瞳孔正上方的这个地方啊 给它画的稍微的粗一些 睁开眼睛之后就会显得你这个眼睛有点圆 我能够想到大家画眼线的时候可能是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 好啊 那么我们现在呢前半集的眼线画好了 之后啊按照刚才的方法 一样的再去找一下我们后方的眼线 拿到这个眼线页笔 顺着你整个眼睛的生长方向自然的去往后过渡 然后呢画一个小三角 把这个小三角填充起来 这样我们整个的一个眼线就画好了 非常的简单是不是 一定不要把眼线画的特别的粗啊 我现在看大家的作业里面呢 这个眼线画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没有同学是画的很粗或者是很不好看的 之后呢画一下睫毛 好 拿到我们的睫毛夹 先把睫毛给夹翘 也是啊 用我们的三步定位方法去夹的 三段去夹 如果说有的同学说我的睫毛太短了 我分三步夹不着我怎么办呀 那没关系你也可以分两步夹 如果那些睫毛就是超长的同学 你也可以分四步夹夹 像我这种睫毛不长不短的人 就是三个就可以了 我真的见过那种睫毛 我天哪 我觉得得有一厘米那么长的人吧 就是睫毛特别的长 这边也是分三步去夹 我们每次往上走的时候 大家都一定要松开 这样子啊 松开再往上走 夹住 松开再往上走 如果你要一直夹着 然后往上走的话 你整个一时劲 这个所有的睫毛都被你一把给带掉了 那我们就眼睛上就没有睫毛了 就凸了 因为是要这样松开再去夹的 再去找一下眼头 找眼尾 每次看到夹睫毛 总是想着往往往往的一拽 为什么呀 是你是有一个大老爷们儿 睫毛比女生还长啊 是先刷睫毛还是先夹 先夹睫毛 然后我们再去刷睫毛 现在就开始刷睫毛了 刷睫毛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头上这些多余的膏体 我们给它刮掉 看到了吗 多余的把它给刮掉 然后呢再去刷 眼睛朝下看露出来睫毛根部 V字形往上走 这样我们画出来的一个睫毛呢 就不会说是像苍蝇腿一样粘在一起 那这样子啊 画剪毛 好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沾取一点 你猜对了我的睫毛比女生还长 小和着小蜗牛是睫毛又长 然后又长痘 是不是啊 画出来像苍蝇腿 如果这个情况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那种 纤长型的睫毛膏啊 就不要选择那种浓密型的睫毛膏 好我们再去画一下下眼下睫毛 眼镜朝下看 这样子给它画一下 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碰到周围的眼睛哦 好另外一遍 像这样子我们就画好啦 睫毛长 双眼皮 大眼睛 脸上从来不长痘 我的睫毛刷和老师的一样的形状啊 每次涂睫毛膏手都特别的抖 其实没有啥可抖的啊 你就是这样涂就行了啊 对不对 这个睫毛膏的话呢 它用起来的即使效果还挺好的 但是晚上卸妆的时候它会塌掉 它并不是说是一样的形状哦 因为睫毛刷的话呢 其实它都长的差不多的 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这种膏体啊 这种膏体是属于那种纤长型的 不是说里面有很多那种 呃怎么说呢 纤维毛可以让你这个 睫毛增密的那种 增密的就是容易画成苍蝇腿 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你画完了 还是苍蝇腿的话怎么办呢 你们到化妆刷里啊 应该有这种类似的螺旋刷 拿到螺旋刷去这样子 卷着往上面去梳理一下 看到了吗 这样卷着 就把我们的粘在一起的 苍蝇腿的睫毛 全部给它梳理开了 这种螺旋刷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画一下修容 先修一下鼻子 两个颜色去给它混合一下 今天的修容不要修的特别的重哦 去带一下我们的眉头这个位置 眉头到山根到眼窝这个地方 这里先去给它加重一下 让它有一个轮廓 之后呢我们要慢慢的这样子 向外晕染着往下走 看到了吗 走到鼻头的地方 另外一边也是 晕染着往下走 其实我们这个修容粉呢 你蘸一点点它又可以画整个鼻子了 不要画一笔 然后再沾了再画一笔 不过这个样子的话呢 就会把整个鼻子画的特别的黑啊 就很不自然 到鼻头的时候呢 我们画一个小V字 首先来画一边 这样子啊斜线打下来 看到了吗 画一个小V字的一半 V字的另一半呢 在这里也是一条斜线 这样打下来 现在我们这个鼻头 是不是就出来了 就显得整个鼻头很小了 大家可以去一会看回放的时候 往前拉一下 看看我没有画鼻子的时候 鼻头是什么样的 就是很圆 蒜头鼻的感觉 但是画这种V字形呢 就会显得整个鼻子非常的小巧啊 那我们再去拍照啊 或者是上镜的时候 就会比较的好看 这种B型 不会说是相机一拍就 整个鼻子就是一个平面的 这样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就比较立体呢 有苍蝇腿可以Z字形去抖动着刷 小蜗牛同学记得倒是蛮清楚 之后我们再来去画一下阴影 并也是沾取这个哑光色 抖一下 沿着我们的下颌骨啊 去做一下修容 画着圈的往下走 走到下巴的地方 然后呢再画着圈的上来 晕染到我们颜骨正下方的地方就可以了 让它这一个面啊 都是这种阴影色 而不是一条现实阴影啊 一定是要这样的 带着一个面 看到了吗 好另外一边呢也是同样的操作 抖一下 打着圈的往下走 然后呢回来到这个上方 然后来回到去晕染一下 大家在修容的时候啊 大面积的去晕染它 不要拿一个小刷子 沿着这条骨头一直在这里 插插插的光在这里 搓着一条线啊 这样的话呢你画完了之后 就是这一块地方就会很黑 跟你上方的一个妆容式 连接不起来的 长得黑不用涂阴影就全是 不用涂修容就全是阴影 接下来呢我们要去画一线啊 提亮 提亮呢我用的是一把这样子的火焰刷 像是火焰刷的话呢它取粉的面积是很大的 蹄子部位去提一下亮 还有呢我们的眉骨 眉骨的地方 然后呢还有下巴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的人中比较长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再去画人中了啊 就不要再去涂人中了 如果说你的人中比较短就可以去涂一下人中的地方 对啊肯定要清啊就是让这些高光啊看到了吗 轻轻薄薄的上一层 如果你这样画的特别的重的话呢 整个的一个高光色 还有它是这种粉末妆它就晕染不开 就会在你这个脸上变成那种一坨一坨的 到了后期我们一出油或者是一出汗的话 它就很容易化妆啊 显得整个妆容就是很脏 接下来我们要去上一下腮红 本身这个腮红的话呢它里面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珠光颗粒 所以说我刚才就没有打很多的高光在这个苹果肌上面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这个颜色 有点偏向于水红水粉色 跟上面的五花肉颜色让它们两个相互掺和一下 抖掉 那么我们今天再去画这个腮红的时候呢 是在眼睛三方苹果肌的这一块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画一个椭圆形 这样画一个椭圆形的 我们一会再去沾小视频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腮红的范围内侧去进行一个粘贴 画腮红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把颜色给它晕染开 这样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画完腮红的 给我说个事说个什么事啊你说就行 看一下腮红两边的一个对比效果 这边的话呢 是我们画过腮红的 好吧 我以为什么大事呢 吓我一跳 这边的话呢 我们画过腮红就会显得整个的脸颊比较的有血色 然后另外一边呢 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那种气色的感觉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边是没有画过 这边是画过的 对 内心无语 两个大字 然后我们再画一下另外一边 对 红哺哺的 尤其是 尤其是我们在去拍照的时候啊 大家可以把这个腮红再画的重一些 因为我们上镜的话呢 颜色可能看不太出来 又有些吃妆 其实腮红画好的上镜是非常好看的 再去找一下我们这边 看到了吗 这个手法一定是要这样子啊 感觉是飘在皮肤上面的 大家一定不要一下子就按下去 按下去的话呢 你这个颜色它是约染不开的 像这样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个腮红就已经画好了 接下来去涂一下口红 涂完口红 我们就可以开始贴这个妆视频了 我今天选择的是这个颜色 然后呢还是以按压点涂的方式 淋一下嘴巴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吐出唇风的话呢 你们可以再用它 轻轻的拍一下唇风 这样子口红就画好啦 其实我这个人呢 不是很喜欢厚涂口红 我比较喜欢薄涂 薄涂出来它一个质感和清透的程度 是要比厚涂要好看的 接下来我们去画一下 小装饰 小装饰啊我们今天需要用到棉棒 还有润唇膏 看到了吗 那我们在去粘贴的时候呢 首先拿到小棉棒和润唇膏啊 粘去一点点 润唇膏啊粘去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比如说 我现在要贴一个小钻石吧 找一下小钻石 粘一个新型的小钻石吧 比如我要把这个新型的小钻石啊 粘到眼睛下方这个位置呢 我就用这个棉棒啊 轻轻的在我想要粘它的地方呢 按压一下 把这个叫什么呀 润唇膏给它粘贴上 粘贴上之后 我们去挑选一颗钻石 说的跟真的是 挑选一颗钻石 就用棉棒按压上就可以了啊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粘住了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简单 然后你要是想卸下来的时候 直接一碰它就掉了 所以我说呢 这个方法比较适合你短时间在脸上 或者是没有什么大动作 或者是出去拍照等等 如果你要是上舞台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演出的话呢 我就不建议你用 这个润唇膏啊 轻微的毒素啊 这个润唇膏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涂它 这个润唇膏 我基本上我没怎么用过 因为它涂到嘴巴上 怎么说呢 有种辣辣的感觉 就是有种辣辣的感觉 我就不是很喜欢 这个都是别人用的 我以后会转告给大家的 为什么有轻微的毒素啊 这么一说好可怕哦 之后我们再去找一些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周围啊 我们都可以去找一些 贴一点这种 小的 小的亮片片 这种小的亮片片 我们也可以粘贴一遍 直接用棉棒啊 给它固定到脸上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大家在去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在去用这个的时候呢 不要说每一个颜色啊 全部都紧紧的凑在一起 我们一定是要让它之间有一个距离的 而且这些亮片 你用完了一个呢 你就把它给扣起来 千万不要弄洒了 这个东西弄洒了 你真的是剪不起来的 接下来我再去沾一个粉色的 这种小宝石吧 按压到脸上 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我们以它为终点 周围的地方就是 慢慢的往外面去延伸就可以 是老师使用的这个有毒素 还是说所有的润唇膏啊 是 不是啊大家不要慌张 是我拿的这个蓝色的 刚才我们那个 呃 斯菲旭同学说 有那个毒素 不是说所有的车唇膏 大家不要害怕了 你们怎么了 这是两个男生又又在这里吵架了 如果大家手边的话呢 有一些其他的小亮片啊 比如说这种什么珍珠啊 还有这种粉色的啊 我再给你们贴一个粉色的 我们基本上这个原则就是 找到中心点之后慢慢的往外扩散 比如说我站在这个位置吧 我们就把它给按压上啊 就是以它为终点 我们慢慢的向四周去扩散 然后粘贴的一个位置呢 就是整个腮红的内侧啊 整个腮红的内侧 中间的地方是最密集的 然后慢慢往外 比如说这一个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 这样子 有毒素又不是每十 每分钟的都在用 好啦 你们两个 那我们除了像粘这种 比较低调一点的小蒜石之外呢 还有什么呀 还有比如说这种小花 小花朵啊 我们也可以粘到脸上的 然后呢 还有这种闪粉 看到吗 但是呢 这种闪粉 其实我是比较不喜欢用到脸上的 因为它卸妆的时候很 很不好卸 很不好卸 就是会 扒到你的皮肤上 就是你卸的时候呢 它也会一直 一直有一些残留 所以说 我不是很喜欢用这种 闪粉 但是它出来的效果很好看 出来的效果 还是挺好看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使用一下 还有这种啊 五颜六色的小亮片 我们都可以贴到脸上 今天一一老师就不给大家贴那么多了 因为我们这些 这些东西的话呢 贴起来估计得用挺多的 哎 盖子我又找不到了 我还刚才给你们说呢 一定要每次用完之后把这个盖子盖好 最后我说完我就 找不到盖子 老师那个埃及口红不错 埃及口红是什么口红啊 309号色 好的 一会我下去看看 一会下课了 我看看 大家对于我们这节课 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敲一下你们的小键盘 给我打到这个 这个弹幕上 手不知道该往哪指了 打到弹幕上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 登 作业呢就是妆容的照片 上传到M站上面去 肯定是有同学说 嗯 老师我没有亮片怎么办 那我这些课就不做了吧 没有关系 没有亮片的话呢 你就不沾亮片 就可以画一下我们整个的妆容就可以了 不要想着不交作业哦 没有一一老师讲的非常完美 一一老师都给我讲了饿了 我一会儿的时候哎 不行我不要吃不要吃饭了 不自然怎么办 什么东西不自然呀 你们两个不要在这里夸我 不要以为夸我 我就忘记了你们交作业的事情 一定要交作业 老师你的节眸膏刷上去多久干啊 大概就是 二三十秒吧应该就干了 怎么了 这个这个睫毛 关于睫毛干不干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疑惑吗 妆画的 妆画的不自然呀 你是 宣宣是觉得哪里不自然呀 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的妆容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就画一个拍照上传到M站老师帮你看看啊 你光在这里说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你的问题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妆到底画出来是啥样的是吧 你要交作业 交了作业我能看见 我才能跟你说你哪里画的不自然要改哪里呀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到这一节课的答疑时间 还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小伙伴抓紧时间 扫码关注抖音上面的这个百变小一 是我们大鹏给咱们美妆课开了一个美妆的抖音号 每天都会发布一个视频 有的时候呢会发布两个 大家如果要说对我们这个美妆课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扫码关注一下 你们一定要看完了之后的话 要给老师点赞评论的哦 大家不要光看看完了以后就关掉了 那我会很伤心的 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这节课其实挺简单的挺简单的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在交作业的时候呢 就是打到这个文字去啊 我会根据你们的问题 然后再去给大家解答的 老师推荐一下眼影吧 眼影的话呢我觉得3CE的眼影 配色啊或者是一些出来的妆效 我觉得都还不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3CE的九宫格眼影 老师自用的色号是Overtake 就是很多人都在推的那个色号 其实我当时的 当时买这个眼影的时候 它还没有活起来 我是当时看一个比较喜欢的博主 他在用这个眼影我就 我就也去买了 我觉得还不错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要了解的吗 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想要了解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呢 给我回复一下1 没有问题的同学回复一下1 让我知道你们在哪里 好的看到同学们的回复了 看来你们都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就上到这里咯 谢谢同学们的聆听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哦 明天4点20分 直播间再见哦 同学们 大家回去以后不要忘记交作业 一会的时候去抖音里面点赞评论我们的 就是美妆视频哦 在抖音等你们 拜拜同学们 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 拜拜 明天再见哦 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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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见